上主 我要在烈王前传述你的规律 丝毫不以为耻 我举手你的规见 坦道愉快 因为这是我所喜爱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早 神父早 今天教会纪念圣若汉蒙难 我们记得在六月二十四号的时候 我们也有纪念圣若汉诞辰 所以特别他在这个教会的礼仪里面 有一年有两天的纪念他 今天等一下会听到他的蒙难的故事 非常感人的故事 希望他在这个礼仪里面帮助我们准备心灵 让我们能够看看自己的信仰是怎么样子 坚强 让我们继续为天主做见证 现在请大家认罪前程的举行圣道礼 上主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我们得罪了你 上主求你大发慈悲 是给我们救恩 愿绝来到天主垂怜我们 圣灭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你拣选了圣若翰骑者 做你圣子生于死的前驱 他成为真理和正义而殉道 求你赏赏我们 也乐于为你的真道作证 不惜奋勇战斗 牺牲性命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得罪耶稣基督 祂和你其圣神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耶勒尼亚先知书 圣主的话传给我说 你要束上腰 起来 向他们传报我命令你的一切 在他们面前不要畏惧 免得我在他们面前使你更加畏惧 我今天使你成为奸臣 铜墙铁壁 以对抗犹大的君王和首领 司祭和当地的人民 他们要攻击你 却不能战胜你 因为我与你同在 协助你 上主这样说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我的口要传述你的宽容 我的口要传述你的宽容 上主 我投靠你 永远不会蒙受羞辱 你是公正的 求你就拔我 求你侧耳俯听我 素来拯救我 我的口要传述你的宽容 求你做我避难的磐石 破旧的堡垒 因为你原是我的磐石 我的堡垒 我的天主 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毒手 我的口要传述你的宽容 因为上主 你是我的寄望 从我幼年时 你就是我唯一的养障 我尚在母胎中 你就保护我 我出世以来就仰赖你 我的口要传述你的宽容 我的口要传述你的宽容 终日宣扬你无数的救恩 天主 我自幼年时就蒙你教诲 直至今日 我仍宣报你的奇妙作为 我的口要传述你的宽容 传述我的口要传述你的宽容 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Samezo, Samezo,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Samezo, Samezo, Alleluia Samezo, Alleluia 愿主你们同在 愿主的心灵同在 公读圣马古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黑洛德娶了他兄弟腓里的妻子 黑洛迪亚为妻 为了他的缘故 派人逮捕了若翰 把他压在尖里 因为若翰曾对黑洛德说 你不可占有你兄弟的妻子 黑洛迪亚便怀恨若翰 想要杀害他 只是不能因为黑洛德敬畏若翰 直到他是一个正义圣洁的人 就保全了他 黑洛迪亚每次听若翰讲话 很是困惑 却仍然乐意听他讲道 有一天好机会来了 黑洛迪亚在他的生日那一天 为重要大臣军官和加里洛迪亚的想要摆设了宴席 黑洛迪亚的女儿进来跳舞 获得了黑洛迪亚和同席的人欢心 正面对女孩子说 你无论要什么尽管向我求吧 我必定赐给你 又对他发誓说 我无论你无论向我求什么 就是我江山的一半我也必定给你 他便出去问母亲说 我该求什么呢 他母亲说洗着若翰的头 他便立刻进去到王面前要求说 愿王立刻把洗着若翰的头放在盘池里给我 王十分忧愁 但是为了誓言和同席的人 不愿对他誓言 王立即拆减 是卫兵吩咐把若翰的头送来 卫兵便去了 在男子肩里占了若翰的头 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交给那女孩子 女孩子又交给了她的母亲 若翰的门徒听说了 就来领去她的尸体 安葬在坟墓里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刚刚在那个祈祷经里面 有一段就是这样的说的 就是天主你做你选择了若翰其者 做你圣子生于死的前驱 生于死的前驱 简单来讲 我们教会传统 相信天主选择若翰 这个人当作为了耶稣准备 他诞生 或者说准备介绍耶稣是谁 若翰应该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 他比耶稣大了六个月的时间 所以也是符合这个传统 不过今天这样的一个 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故事里面 应该是这样的解释 我们可以说从若翰这个人的故事 我们看到耶稣的故事 所谓的第一个故事说 耶稣遇到的事情跟若翰遇到 也是很相似 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福音里面 看到若翰 因为他很直接很有正义感 所以他就是直接跟这个黑洛德说 你不能娶这个黑洛迪亚 你的哥哥的那个机子 这样是不好乱伦 这个没有伦理 所以他很直接跟那个黑洛德警告 说不能这样子 那我们比一比 像昨天大前天我们也读耶稣的故事 耶稣不是看到这些法利塞人 他还讲说你们货灾 你们这些人有问题 耶稣很直接告诉这些人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张力 有没有 那个若翰他已经受到这个危险 耶稣他也是 因为他讲真话 justice 正义 所以耶稣也受到这样的危险 然后更危险 危险就上来了 就是说因为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怨恨 很多人仇恨 若翰也是仇恨耶稣 比如说我们看到 约翰今天的仇恨就是黑洛迪亚 他想嫁给这个黑洛迪亚 但他也是因为若翰他这样的讲 所以他心里面也非常的不爽 所以他就开始仇恨若翰 然后还有找机会把若翰的头砍下来 所以他又用他的方法 用他的女儿就是在跳舞的过程 然后黑洛迪又喜欢他的女儿的舞蹈 然后又是叫他的女儿去跟那个 黑洛迪要若翰的头 所以从这里看到说 若翰为了一个正义 他用他的生命牺牲他这个生命 而耶稣整个也是一样 他的故事就是因为了正义 保护那些从人 保护这些被忽略的人 然后指责这些宗教领导的人的问题 所以耶稣后来也是这样的被逮捕 被挂在十字架上 所以你看 所以这个是天主选择若翰 当作耶稣生与死的前去 是这样的意思 那今天我们好了 假如我们真的是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今天不管是怎么样子 每一个人包括神父 主教 修女 教友 任何人 我们已经领洗了 成为天主教徒了 我们今天怎么看这个社会 那么多的对伦理 对教会 对道德 非常不正义的现象 我们真的敢不敢像耶稣 还是说若翰他们这两位 勇敢的去面对吗 会不会这个社会的不公平发生吗 当然我们要啊 但是很难很难 我们也害怕 不愿意 所以看看今天读经义里面 就是耶稣米亚先知 他也在鼓励他的观众 民众 说天主一定会保护我们的 我们受的苦 天主知道 我们受的委屈 天主知道 所以我们至少坚持这个精神 然后同时把我们的信心 把我们的这些所谓的信德 放在天主的怀宝 天主的计划 天主的帮助 有一天我们会勇敢的说出 我们对这个社会 这个正义的所谓的保护 所以我们庆祝 今天这个圣 习者若汉他的蒙难的日子 我们求他继续给我们勇气 坚强的精神 一直祈祷 让我们用我们各种方法 来保护这个教会的信仰 保护我们社会的伦理 所以祈愿天主也帮助我们 阿们 请大家再一起来祈祷 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借以你的旨意为准神 求你帮助我们的全心 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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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取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灵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服环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荒量 终身是透明 主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 愿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一切恩人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地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力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慈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百分之千的恩惠圣神 倾注于我们 及一切信友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相爱之神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求是我们超见敬明达之神 求是我们最靠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请大家祈祷 主求你是一切信仰 向你的人圈祭成就少足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将以使临界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便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善心人的意愿 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伤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千里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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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 inter na 愿主 inter na 为他们要受安慰 我们俩敌人是有福地 他们要承受福地 今后母义的人是有福地 因为他们要得暴雨 今后母义的人是有福地 因为他们要受安慰 今后母义的人是有福地 他们要看见天主 今后母义的人是有福地 他们要成为天主的罪名 为你而送过来 依然是有福地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编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